我们先给大家看四张图片 有没有发现这四张图片就是那种衣服跟裤子都没啥问题 但是组在一起总是会感觉它哪里有点怪 其实是因为我们每个图片里面对应了我们很多秋冬的穿搭误区 我们今天就就着这四个错误的穿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基于同一个单品 怎么做一个调整 第一个误区就是中长外套加中长的半身裙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穿法衣服是衣服裙子是裙子 但组合在一起整个人的比例就会被接割到五五分的身材 我们整个人就会很压个子 其实在我们小个子想要显高我们穿这种中长款的外套 我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穿那种紧身的裤子 因为它可以很大范围的把我们的整个比例拉长到 上半身很长但腿很细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显身高的话 那么记得中长款的外套一定是搭一个紧身一点的下半身 这样看起来整个人的比例会更好 第二个穿搭误区就是长外套加超长的连衣裙 其实这个穿法是很多女生会有一点点不小心会犯错的一个穿法 是因为当我们穿一个毛衣加一个长裙的时候 其实它很漂亮 可是天气冷我就搭一个长外套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就很压个子 当我们在穿一个长外套的时候 压个子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外套压个子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内搭穿错了 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显高的话 正确的穿法就是寻常不要超过大衣 第三个错误的穿法其实是一个短的外套加一个紧身的牛仔裤 其实这个穿法没有什么具体的错误 只是说它不太显身材 因为它会很容易把我们的身材的缺点全部包入在外面 比如我们想要在穿这种单品的时候 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更纤细更显高的话 更正确的方式就是 我们要穿出我们整个身材比例的穿搭落差 你会发现上半身如果很紧的话 那么下半身穿大一点 整个人比例才会显得更好 然后最后一个错误的穿法 其实是很多女生穿那种宽松版的毛衣的时候 完就想要更紧手 所以我们又穿了一个紧身的外套 这个穿法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它很容易让我们的穿搭少了一点点质感 因为在我们穿里面毛衣很宽松 外面大衣很紧的情况下 我们的整个毛衣就会变成堆起来 褶皱起来的那种红度 所以会让我们的穿搭不够平整 那我们怎么去调整这个穿法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外套紧内搭就紧 如果外套松内搭就可以松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穿那种小箱的外套 相对合身一点的话 我们就换成一个紧身合身的内搭 整个质感就出来了